五千五百多年前,当释迦牟尼佛仍是王子时, 亲眼目睹了人世间之声老病死。 他告诉自己,一定要找到一条永恒之路。 于是,他放弃了王位及荣华富贵, 四处去找寻名师及永久解脱的法门。 后来,然登古佛为他授祭, 最后,他修成了正果, 也留下了许多的经典,引导众生开悟正果。 那么,